二世紀大戰的過程當中 其實美國對於中國是很頭痛的 來看這個回憶錄的呈現 當時據說 美國其實非常不喜歡中國的蔣介石 所以特別發動了所謂的藍金計畫 趁著這個蔣介石要坐飛機 飛越這個可能射母峰附近的時候 想因此把他病掉 不過後來蔣介石真烈 是九死一病的怪貓 他沒有因此而受死 這個所謂的藍金行動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來自於 曾經在台灣的一個 美軍顧問團的一個美國將軍 他後來退役了以後 寫了一個回憶錄 那裡面就提到這個史迪威 要發起的一個所謂的藍金行動 為什麼叫藍金呢 因為藍色的鯨魚 諧音就是中國那時候 在中國大陸的首都南京 藍金 藍金 對 也就是要刺殺 藍金最重要的一個領袖 蔣介石 那麼當時是什麼緣故呢 我們大家都知道 在二世紀大戰末起的時候 美軍派來的一個參謀長 叫做史迪威 他從頭到尾都跟蔣介石不合 駐華大使當時 兩邊事實上是兩邊 從頭到尾都不合 沒問題 對 都沒問題 蔣介石曾經想要巴結他 事實上但是沒有辦法 因為史迪威其實 他對中國是非常了解的 他甚至於可以說一口 流利的中國話就對了 然後包括思考都可以用 等於說中國方向的思考 跟美國人不太一樣 所以為什麼連取這個名字 都會取成所謂的南京行動 諧音 取他的諧音叫南京 這個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他跟蔣介石的不合 演變成這個美國政府 跟當時的中華美國政府的不合 他把它擴大了 大家還記得有個叫 這個開羅會議吧 開羅會議不是 包括羅斯福總統 包括這個蔣介石 對 我來簽嗎 還拍照 對 然後都一起到開羅去對不對 然後大家一起拍照 然後達成了二次大戰以後 如果結束的時候要怎麼樣了 那叫開羅會議 大家不知道的是 開羅會議結束了以後 史迪威在埃及曾經建了羅斯福 那麼兩個人密談 有關於中國戰區的狀況 當時其實中國戰區 這個在日本攻擊之下 其實是不太好的 結結敗退 其實那時候在民國33年的時候 其實日本曾經一度 一直反撲對不對 然後一直脅迫到蔣介石的政權 結結敗退的國軍 到時候美國人都非常的憂心忡忡 為什麼呢 美軍希望中國的軍隊 能夠牽制出大部分的日軍 在中國戰場上面 這樣美軍就不用犧牲這麼多人了 因為那時候估計 如果你還要登陸台灣 攻下這個等於說琉球 到了日本的話 還是要犧牲100萬名的美國人 美軍覺得成本太大了 對 他認為 他希望你中國戰區 自己搞的 把它牽制住 對 我另外用別的方式 來去攻擊日本人 那麼史迪威 他就問史迪威說 蔣介石在這個 中國戰場上表現怎麼樣 他說節節敗退 而且非常的不好 羅斯福就問他說 如果具象下去的 他說有可能中國會失敗 中國失敗就是大事大條 你知道嗎 你不能牽制住 你甚至還讓日本 源源不斷的拿到相關的援助 美國不能面子掛不住 不是面子掛不住而已 他會影響到整個亞洲的戰局 遠東的戰局 所以羅斯福憂心忡忡 所以那時候 史迪威跟羅斯福他們就說 如果他不好相處 他又不受節制 你又不能取而代之 好像只有一個辦法 就想辦法把他 羅斯福的原因是把他換掉 但是史迪威就擴大了解釋 羅斯福的換掉 換掉跟殺掉不一樣 他把換掉變成殺掉 對 換掉 就是把他取一個人代之 跟殺掉不一樣對不對 所以史迪威後來就等於說 也有人說他是假傳聖子就對了 那麼他就找來當時 美國在中國當時相關的一個軍官 有弄了一個所謂的南京行動 所謂的南京行動是什麼 是絕對保密 絕對保密 因為他說是美國總統下令 事實上羅斯福並沒有說要殺掉他 什麼行動 這麼保密 南京行動就是 總共有四種暗殺的方式 還叫四種 針對蔣介石有四種 那麼裡面稀奇古怪的 你聽了就覺得不可思議 在蔣介石坐車經過的地方 給他安置炸藥 沒有成功 因為過去蔣介石曾經他命實在很好 每次暗殺都逃過 他當黃埔勳校校長的時候 本來要殺他對不對 他的車子就突然間就走路邊過 他就沒路邊過 他的運氣很好 然後要拍照的時候 國民黨要拍照的時候 他臨時決定不去拍照 汪經衛去了以後 結果殺手來 砰砰砰砰就打中了汪經衛 他也沒去 他暗殺了好幾次 包括這個什麼說 上海的斧頭幫幫主王亞橋要殺他 他也逃過 然後這次是怎麼樣呢 如果你車子過來的時候 炸彈爆掉 把他炸掉 可是後來發現 萬一沒炸死怎麼辦 沒炸死都被他查出來 所以好幾個行動 他們都認為不可行 唯一可行的是什麼 他如果要搭飛機到印度去 對 中國遠征軍 他必須要去做一個 三軍統帥的一個巡視對不對 要去巡視等等 要去教育等等的時候 飛機要飛過哪裡 喜馬拉雅山區 俗稱陀峰 因為很像駱駝的那個陀峰 喜馬拉雅山區 喜馬拉雅山區 俗稱陀峰 所以就在飛機上面動手機 這地方很偏僻 沒有錯 就在陀峰航線 事實上其實是很危險 因為為了安全起見 其實都飛在山的上面而已 如果真的把它炸掉的話 為什麼你知道嗎 跟各位解釋一下 因為當時日軍控制了 整個中南半島 甚至於包括後來打下來的 緬甸等等 所以你飛機一定要跟著三型飛 讓那個相關的雷達什麼東西 不容易發現你 只能飛這裡了 對 可是很危險 因為如果物易來的話 是不是很危險 當時飛的運輸機C47對不對 等等 其實為什麼叫做藍鏡 還有一個就是這架飛機 七層藍色的 銀藍色 就像飛在這個充滿山頭 白山頭的駝峰上面 真的很像一條鯨魚 在海裡面這樣飛這樣子 那麼事實上 他們的想法就是 第一個 撞山 撞山的話大家要一起死 布馬就是假裝遇到亂流 風切 那怎麼辦 飛機失控了 要撞山了 亂飛 那掉下來 跳傘嘛 對不對 上面有那個降落傘 然後降落傘 全部事情動過手腳 讓你不能使用 跳下去 蔣介石穿了這個傘的以後 跳下去 不能直接摔死了 對不對 當時他的想法是這個樣子 你就用這種方式 但是史迪威做了一個 比較過分的要求 他跟他交代這件事情的 這個長官 你要在飛機上 就是你也要在飛機上 這個長官心裡就想 如果我也要在這飛機上 你看看 站在那裡會怎麼樣 不是 會不會連我 連我到時候都怎麼樣 都不知道 你要記住 當時國共在內戰的時候 美國擔任調人的時候 曾經安排他們在重慶見面 毛澤東把他從延安接過來 在這個等於是重慶 跟這個蔣介石見面 那時候毛澤東要求保障他的安全 所以美國大使親自飛到了延安 坐同一班飛機 親自送到了重慶 回去的時候再坐同一班飛機 回去 那時候的軍統頭子 不可以給我動手腳 你給我動手腳的話 到時候美國大使死掉了 開什麼玩笑 對不對 所以後來 三令五聲戴力不能動手腳 戴力就沒有在這一台上面動手腳 他在另外一台飛機上面動手腳 另外一台飛機上面 載著中共最重要的特務頭子 最機 所以沒有蔣介石在上面 沒有 沒有其他的包括毛澤東 那什麼都沒有 但是戴力的意思就是 他們那個軍統的意思就是 我不會讓你太好過 你知道嗎 我不能這樣做 我也可以這麼做 我就讓你知道 我也可以這麼做 所以也因為這樣人家說 中共以牙還牙 後來帶立飛機在南京附近 撞帶山有沒有 人家就說是中共以牙還牙 故意的拿走他的東西 那麼史迪威他這樣的一個行動 當時沒有人知道 天衣無縫 因為如果讓他曝光的話 那不得了 為什麼 你竟然還在開羅 進行過這個開羅會議而已 你竟然想用這種方式 南京行動把他暗殺在 對這個所謂的喜馬拉雅山區 你殺盟國的總統 那開什麼玩笑 但是要拚對不對 那不得了 當然美國政府可能不會承認 所以後來這次一直是一個 書面上面的一個行動 一直沒有付諸於實行 但是… 根據當時曾經跟蔣介石 到了開羅去的董顯光 他回憶說很奇怪 很奇怪的就是說 他們從開羅飛回來的時候 有一段航程裡面 他覺得很奇怪 本來應該要導引他的 相關的自己人對不對 那些相關的訊號不見了 為什麼 出現了一個奇怪的訊號 可是他的飛行員 那時候的飛行員 真的完全是憑他自己的 飛行的技術 飛回來的 沒有訊號 飛行員本來要按照那個訊號去 如果去就死定了 那個訊號竟然是日本人的 你知道嗎 如果我們自己人的訊號不見了 出現一個訊號好像要引導你對不對 你如果按照那個去的話 你就死定了 因為是日本人的 還好那個飛行員覺得不斷勁 所以趕快轉回來 沒有查那個方向 所以才飛回中國大陸去 那到底那個訊號是為什麼 自己人的訊號不見 為什麼 因為突然間出現一個訊號 會不會有人要借刀殺人 所以他們那時候就覺得怪 就心裡面覺得毛毛的覺得怪 但是始終沒有懷疑到 自己的盟邦美國人 更沒有人相信說 會有這個所謂的南京行動 要不是這個美軍顧問團長 他的回憶錄寫出來的話 其實到現在為止 都沒有人相信自己的盟友 怎麼可能幹這種事呢